田径比赛中可以一下子就点栏关注们之前的比赛是很多的 但是谈到田径那必然要提到短跑 提到短跑那必然要提到的一个人那就是伯尔特了 可以说正是伯尔特和亚美加的崛起 才渐渐打破田径赛场被美国队所挪断的格局 伯尔特也用他的实力和实际行动开创了那个属于自己的伯尔特时代 虽然伯尔特已经退役了 但是伯尔特留给田径史上 终将是一个很值得纪念一个很辉煌的时代 今天给大家介绍的是2009年在俄罗斯进行的田径男子100米决赛的比赛 其中伯尔特处在第五跑道的位置 比赛看之后伯尔特起跑并没好只处第五的位置 但是伯尔特开始奋力冲刺 伯尔特在50米的时候已经冲到了第一的位置 接下来伯尔特继续发力 最终伯尔特以9秒77的成绩不许念破坏了 伯尔特平静的这个成绩也打破了赛会纪录 当伯尔特到达终点的时候 有领先第2名近3名的距离 只能感到年轻的伯尔特真的很明显